看过来,这样的平洋交通历史变迁,你见证过多少? 在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,人们的交通工具都依赖母亲赐给的一双腿,一副肩膀一双腿,可翻山越岭,行走一副肩膀,可挑摆金重担运输货物后,来人慢慢地变聪明起来,利用牛、马、骆驼作为运输工具,出现了马路。 如上海昭明的老街,有四匹马可通过取名,四马路,其现在的南京路温州昭明的闹市区,也有一条老街。 五匹马可同时通过取名为五马街乡村马车,可通过的路百姓称为大马路,至今老百姓称公路也叫马路平阳,真正有了通系车的公路。 在1955年104国到开封之后,平阳人开天辟地,第一次看到了汽车,特别是山区人民当时把汽车在公路上行驶,当作一个新奇的怪物。 那时,我正在平阳正楼师范学校读书为了亲自尝一尝坐汽车的滋味。 特地跑到万泉宋桥亭靠站,正好有一辆汽车,从温州开往福建我与几位同学搭,上车坐到代口下车。 在参观了代口大桥之后,下午还要赶回学校上课坐船货,走路都来不及还得再次等福建过来的车。 等了片刻真有一辆客车从福建方向过来被我们拦住后,司机有礼貌的,对我们说,你们三位只能上两位,音车上只有两个座位。 经过我们再三请求司机,很无奈着,只好让我们上车,我让两位同学坐下我站,这司机说路况不大好,站得摇篮晃去的不安全,从他的座位上拿出一个坐点,让我坐在车门边的梯步上。 从送桥下车回到学校后,同学们问我们上午到哪里去经纬班里求财,找不到我们,我们说,坐汽车。 我们把坐汽车的感受向他们做了介绍。 大家都高兴地跳起来,来自泰顺的一位同学说放假回去,他可以搭车到的分水关,来自越青和温州市区的同学,说, 他们回去可在平阳坐车直达温州的班主任堂。 老师也来凑热闹说,104国道刚开通这个,先,被你们尝了104国道主干线开,通之后公路逐步延伸到麻布,水头,山门,小坑,环西,藤礁,顺西,清洁。 南面从环西逐步延伸到渠西,樊山,马站等在熬江建立了汽车中心站,有关区镇如麻布,水头,山门,乔墩,拱山,马站等地都建立分站路上, 以熬江为中心建起了县内交通枢纽,可直接发射到了福建省的福安,福顶,金华,黎水,清田及台州等地。 当时平洋如一山,乾酷,金乡及万全下面的乡镇交通主要靠内河轮船。 后来,随着经济发展和建造技术的提高,县内除了104国道外,还建起了高速公路,高速铁路,还有省道,县道,相相通了公路,如今公路不但相相通,还实现了村村通,就是在那边远的山区, 哪怕是几户人家,也都通了水泥几根路,大车,小车也能进出,把车直接开到家门口。 党和政府为百姓创造了这样美好时代,交通自通八达,人和正通,社会和谐,民富国强, 祖国的江山变得更娇更艳了,为赞美交通的变迁,特作一首打游诗作为本文的结尾,东西南北驾长红,海角天涯一线通,万鹤群轮穿崖过,高桥隧道美相逢,九州锦绣江山立,四径高歌旭日红,条条公路无名碑,千秋兴时在封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